哇 在大家的共同出向 五颜六色的冰氛色彩出现了 也在两个大门直冲击雨之下 希望地球永续 在台北市长蒋娃安 经济部人员局代表 及台北市电气同业工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服务业泰换截人补助 即日起开放申请 为了鼓励更多业者加入泰换截人设备行列 今年不但从原本补助灯具及空调系统两种品项 扩大到七种 最高补助金额上限也从20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 这个政策我们在过去几年也有具体的成效 包括我们在六都里面 是在节点整个减少用电 是六都里面唯一的城市 而且我们节点比率也达到54.2 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放欢了 我们对于服务业补助的范围 从过去原本只是灯具还有冷冻空调系统 那这一次我们包括像日常的电瓶枪 还有包括空气门帘 还有冷冻柜 以及冷藏库等等 这些我们把它放欢 而且我们也把整个补助的上限 从原本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其实坚持减碳以及环境永续一直是我们实证很重要的主軸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希望能够通过公私协力的方式来达到节能减碳 那过去的成效也是有赖我们包括市民朋友 以及中小企业大家共同努力合作所得来的成绩 服务业者也很肯定北市府推出台湾节能设备补助措施 不但大幅降低用电度数与支出 省电节能效果显著 台湾经费的补助也有助于业者持续进行节能规划 形成善的循环 我们做的是公共区域 所以因为挑高6名 所以工程费用比较高 这次我们花了500万 它补助了差不多16%的能源补助分 可是我们的效益可以达到节省36% 每年差不多可以省下33万固点 所以我们大约4年就可以回收这一个工程费用 那接下来我们客房也是陆续会来更换这一级能效的空调产品 我们是有在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逐步开换所有的电器设备 那检考 那刚好市政府有推出这一个节省的反乱 所以我们就顺势就申请 因为那一个我们是冰水主机的泰款 那冰水主机它的单价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市政府的补助的话 摊平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难达到收益平衡 那申请这个方案之后呢 让我们在8年左右就可以做一个摊平的动作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12家知名品牌共享盛举展示各项节能设备 北市府方面表示民众从6月30号起购买节能产品 泰换老旧设备都能申请补助 申请期间从即日起到补助款9500万元用完为止 呼吁想要申请的民众动作要快 共同为全球节能减碳尽一份心理 凌探台北有序未来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 港琪达的电子媒体都是大人家的笑容 那是玄冬的